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开一个小低然后拉上来 开低走高 走平 那当然原因很简单 台积电嘛 对不对 台积电收了一根红棒 那有人说这是台积电撑盘 那其实不是这样讲 台积电如果真的要撑盘的话 直接开低就不用 不用开低 开在平盘就好 那这个盘就不会开低 指数就没有开低拉上来的问题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说 市场上的心态 在国际股市尤其美国股市 持续创新高的时候 其实市场上的心态在周一 很多资金它已经有点 胆怯 认为说这个行情要开始震荡 那这个情况下 伴随着有部分的资金 从高位阶的族群 换到新的股票上面 它就会出现这种震荡 你从国际股市看 其实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一件事 台股这次涨得比别人多 对吧 它会隐含一个状况 就是说有其中部分的族群 利用美国股市在大涨的时候 它偷出 那偷出的情况下就导致于说 有的股票你是在突破的时候 去追它 那隔天开地的时候 你会觉得 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慢慢的三天五天过去 它做头了 其实股票市场上是这样子 就像我常跟各位讲的 指数在创新高的过程当中 你别想着大家都能够赚到钱 那没有这种事情 其实美国股市也是一样 美国股市它涨得漂亮 其实在每个阶段它涨的股票 其实也不一样 像这次特斯拉本身就没有吃到肉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来讲这件事情 就是台电它其实这种也对作 那本来偏空的它开低 但是有另外一股力量 把它拉扯上来 拉扯上来是不需要 指数太难看 那你就大概知道 是什么样的逻辑 所以我们讲指数 还有高点 因为美国股市也还没有走完 但是这里大家会遇到 一个新的问题 很多人他用突破型的去追法 那事实上它是 常常会碰壁 比方说我们来讲一个 今天的建策 今天的建策 那么今天的建策 我们看一下 创了新高以后 它事实上是伴随着 昨天的这一根长红棒 对不对 那照我们的逻辑来讲 事实上周级别的突破 一定是这一根 那突破之前已经有前兆 什么叫前兆 因为高点越来越 低点越来越瘦越高 但是有一个前兆 它从头到尾 其实没有破掉 上升格局是这样 除非你这一根灌破下来 它没有 所以这一根算有效的突破了 那这个时间点算回去 已经一二三四四周了 所以如果你买在那边的话 应该是在四周之前 这个位置 这一根叫突破 那接下来可以买的位置高 这两个黑棒 那今天再创新高 但是你创新高的过程当中 会不会拉回呢 这个就跟昨天的加折一样 对不对 它有的时候你开高 会有一个拉回的现象 那你拉回的现象 我就再举一个例子 比方说这里是双红 当时这一根突破的时候 如果你不卖一趟 那现在问题来了 涨建策不涨双红 可是如果你反过来说 你当时买的不是这个建策 你当时选择 在380以上把双红出清 然后把钱换到建策 这是不是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对不对 因为你回头去推嘛 双红见到高点 刚好是四周啊 是不是一二三四 所以你当时如果追这个地方 是追前高的突破 在大盘没有突破的时候 你抓领先的突破 你追这根长红 代表你现在在等双红的解套 事实上你也没有建策 除非你在四周之前 你就跟我讲说 我就是看好建策 我不看好双红 因为你这个地方要拉回来 跟齐红一起解 我们现在讲散热了 那没有动 可是齐红是 你不能说他不是龙头 只是他当时这个位置给你卖 所以顺序就出来了 真正的赢家他是怎么样 先买齐红 赚到齐红以后把钱转到双红 双红卖掉会把钱转到建策 但是有没有三堂股票同时赢 没有 这证明一件事 什么事 光看产业没有用 我用这个来解大盘 这说明了 不管你今天看哪一个产业 你研究在里面透彻 你研究那个产业集合面 你如果只有一笔钱的话 其实你就是必须要知道 那个产业当中的顺序 谁是一二三 对我们实战派来讲非常的简单 为什么呢 你日落我就全出 我根本不管你看不看好 对吧 所以现在的股市到这个位置 我要告诉各位一件事 你要懂得获利出 你这个地方是一个 非常明确的日落点 没有在日落点卖出 那么你就没有后来 这个建策的买点 因为你没有钱 对不对 因为你一定是买散热 我三支都讲散热 所以我就跟你讲 你如果抓龙头 你跟法人 我们一定是 骑鸿获利卖出换双鸿 双鸿获利卖出换建策 然后建策准备获利卖出换下一档 这就可以用来说明说 为什么这一段时间 很多人他做股票没有赚到钱 我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当时的双鸿是最强的 你认为买最强是对的 你就直接买双鸿 或甚至于你买了齐鸿 到目前为止你还没有解套 你现在当然不会有赚钱的感觉 这比大盘重要 要不然解大盘没有问题 你说这个开低怎么样不怎么样 照理来讲 这个日落你要做成担心回转 假突破的话 你灌下来要直接灌到这边 可是你今天担心 直接就被人家拉上去 因为人家互台积电 那很明显的就是指数不让你下来 指数不让你下来 你看多头我们会兵多降广 多头手上还有低档的有什么股票 它有货柜航运 手上还有中钢 多方低档的格局 还可以找得到金融股 所以指数对多头来讲 控盘不是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市场上的资金短线客 这些所谓主导市场上的 中小型股的力量 他选择在某一些股票上面 获利卖出 因为他们要转进下一档 所以现代的投资人 他要面对这个盘式的挑战很多 如果你不会卖一趟的话 你很容易就是会遇到这个问题 第二点就是 每个人都会卖 赚钱为什么不会卖 我也没有不舍得卖 老师我老实告诉你 我不是不会卖 我是因为我买进去就是高点 我怎么卖 这就衍生第二个问题了 为什么你买进去就是高点了 因为很多人喜欢做什么 突破 所谓的突破很多种 比方说N字突破是 你拉回以后转强的第一根 我就称为N字了 你还没有出现N字 如果你拉回 K值还在80 我也称之为N字 但是一般人所谓的突破 不是这样子的 一般人突破是指 股价创新高称为突破 你以为在卖三拍了 对不对 你已经卖三拍了 你等到股价创新高 通常已经代表什么 没有什么肉了 所以这里 你要能够获利了结一趟 你就必须要在买点上面做精进 那我觉得刚转强的时候 就是一个最好的买点 我举个例子 今天大家在讲说 红基是因为有新闻了 对不对 现在在讲AI的PC 所以今天的红基 今天的仁宝 今天的华硕 哇好强喔 这样又那样 好我问各位真的是这样吗 当然不是啊 我问各位一件事情 上礼拜二我在推荐你的时候 请问当时有AIPC的新闻吗 有也是以前的 不是这一次的吧 对吧 你说这里有AIPC没有啊 那新闻什么时候出来的 周末出来的啊 你看了新闻追突破 你还追在这个点 明天如果震荡开高打下来 你就好玩了 回到你的成本 但如果说你今天是买在这边呢 你没有这个问题啊 完全不会有啊 怎么会有这个问题 对不对 你成本在36的话 你现在动作很简单嘛 随时准备卖一趟 多帅啊 36买100张 随时准备卖一趟 现在当中客那么多 随时都报大量啊 你看今天人宝 今天很多人就先出一趟了啊 人宝这个还有机会的原因是因为什么 龙头还在涨 然后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它有一个双星 双星变盘拉回来 还有创一个高 但是今天上影线是当中客先出 问题是华晴跟华硕还在涨吗 它这个有可能再去把它补掉 但补掉以后 假设它做了一个高档 一个星星在这里 一颗夜星 然后再做一个日落 那你就要出了啊 可是如果你是追在上影线的尖尖这边 那个日落来了 说不定你出不到 因为这里有一个单星 假设它这里是一个开低 开低带日落的话 你的成本在这里你出不到 你会舍不得出 你就会像骑虹这一根你一样 这个是最标准的突破啊 这最标准的突破啊 这怎么不是突破 问题是怎么样 你这一根就算突破了 你为什么是这一根才这样突破 你买在这里或是你买在这里 那逻辑很简单嘛 你日落全出啊 这道理跟双红一样 那很简单啊 你出了就全部去买建车 随时准备出建车 它今天的好处是因为不带成交量 哪一天爆亮了 然后隔天待夜行 我们也是全出啊 对不对 所以不用在那边恭喜不恭喜 那今天也不用恭喜鸿基 也没什么好恭喜 对不对 我觉得这是每天例行的工作 有一句话叫做什么 开悟之前砍才挑水 开悟得到开悟之后砍才挑水 我从第一次看到这句 见到这句话 我第一次接触到这句话 到我真正开始有一点体会 它的什么含义的时候 已经过了25年了 从我第一次眼睛看到这句话 《环宇出版社》里面有一本书 它写在那个片头的第一章 我那时候是刚入行 连股票都不懂 我那时候很兴奋 看到第一页这句话 到我自认为 有一点点懂这句话什么意思 已经过了25年了 而且这句话其实不是西方人写的 是东方的传过去 因为他们华尔街的人 在追求操作的过程当中 最后往内心去找答案 答案不是在市场上 答案在你的心里 很多事情的突破 很多股票突破 你等你看到的时候没有肉了 接下来就是要等 那我现在就继续讲 什么叫等 来华硕 华硕是这一波指标 那这个就是最重要的重点 因为我当时跟各位讲过 它这一次是第四季 才出来跟你讲说 我要伺服器不会没有我 好那这华晴 看一下这里 这里对不对 华晴第一次突破点在哪边 这边嘛 其实这一根中间刷两次 好那刷两次 我们看到这一次是 回撤季线之后手稳 所以这个有代表性 比这个大量有代表性 因为这个是刺穿 这个是回撤 不过概念不一样 好那不管怎么说都一样都成功了 那这接着我继续看 华硕成功了以后 那买在这边嘛 这是一个日出形态 那你如果买在这边的话当然不行 那你说老师我是看到突破才买的啊 这个地方过前高 对不对 这种突破不是叫突破 这个叫做过前高 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啦 量化的人才会去找过前高 我们不是那种人 那我再继续讲 拉回来量缩这里嘛 对不对 所以这四根黑棒是买点嘛 那你看喔 今天有没有创新稿 三部曲嘛 第一个你买点要漂亮 第二个先出一趟 然后去把它接回来 对不对 第一个你买点要低嘛 就像我跟你讲上礼拜跟你讲 叫你买宏记的时候买点要低嘛 那你现在新闻出来 随时准备卖一趟 卖完以后 你会有那个拉回让你低接 然后龙年的链金书 一整年都是这样的 第一个要买在底部 再来是转强力多找卖点 然后急杀下去买回来 这我跟讲这三件事 这个三件事情 对一般投资人来讲并不容易 首先第一个买在底部 你可能不愿意 很多人愿意买在有利多箭报的时候 但是你在利多箭报的时候 它都开很高 你去追 葛日冲会出给你 对不对 就像正机嘛 他会出给你 你说股票拉两根涨停再开高 他不出给你吗 他为什么不出给你 他当然要出给你 你追了就是打下来 对不对 那你现在在等解套 这是回到我刚刚说的 都在等啊 要等 你价格买得不好就是要等 但你价格好呢 利多出来了 它就会反应 股票买在低档有一个最大的好处 它会反应利多 不怎么反应利空 你说这股票在底部已经半年了 难道这半年的时间都不曾遇到利空吗 至少几十次利空了吧 你说今年IC设计有几次利空 每个月公布营收都是一次利空 每个季度的财报通通都是利空 三不五时还有产业上的利空 还有那种碎嘴臭嘴的利空 通通都出现在媒体上 为什么IC设计它今年就是不跌 所以股票在低档的时候 有利空你要把它当成是朋友 有黑棒那叫买点 你可以从利空出现的环境当中 去看它是不是打底 你今天如果是高档的股票 出现一个利空 随便也给你两三根跳空跌下来 对不对 你像上礼拜随便互利了结出来一大堆 什么造力啦 什么系统 对不对 威胜跟你利多也没有用 股票涨多了 所以现在的条件 跟我们上礼拜还是一样 就是我告诉各位 坚持做一件对的事情 就是我刚刚讲的 得到之后砍柴挑水 它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它意思就是说 你在还没有认清这一件事情的时候 虽然你在砍柴挑水 但是你的心中东想西想 一个得到的人 当他在砍柴挑水的时候 他的眼里只有那桶水 我在所谓讲的 底部进场这件事情的时候 当我们不断地成功 你会想很多 你会想说股票是不是复苏了 明年是不是要降息 再来是不是要上看两万点 你都想太多了 你的眼睛就是看着下一档底部 再看着下一档底部 再看着下一档底部 永远只做这件事情 直到他错为止 对我来讲的话我还是一样 只是说今天宏基当我验证了嘛 对吧 所以未来来讲会出现黑棒 黑棒是买点喔 急杀下去是买点喔 所以来历程 你现在要找上礼拜没有急杀下去的 现在开始要做出震荡了 有些股票开始涨第一波 拉回来要震荡了 像长龙有没有 他唯一的买点是什么时候 这两根红棒黑棒 要嘛你就是买在日出第一根嘛 对吧 每次拉回都是啊 因为他回撤了计券以后 你看都是买点 拉回回撤都是买点 有的人跟我讲一句话说 老师我明明就是拉回找买点 结果我的股票继续破 你问得好 不是每一档日出他都会涨 会涨的股票日出他才会涨 这个时候衍生另外一个问题 那我买日出干嘛 这又是对了 这叫节奏啊 我刚刚不是已经跟你解释过了吗 假设你在三个月之前 你就去买建策 有屁用了 你等于浪费两个月的时间 三个月之前你要先买旗红 两个月之前你再换双红 这个月你再去买建策 三档股票都是对的啊 为什么你要买日出 因为你要抓节奏啊 所以股票逻辑 我们看一下 这次既然底部的传染股上来了以后 买在黑棒这个位置 买在黑棒这个位置 因为你黑棒是带日出 那有人说 老师我的黑棒带日出 日出失败 代表你那支股票做头了 你知道吗 你做头了就换股啊 因为你打从一开始 你股票就没有挑对啊 没有挑到主流嘛 没有抓到对的股票 所以你在这个时间点 你都已经做底部进场了 你还破底 说实在我也没看到哪几支破底 具体来说 哪一支股票失败 可能你要跟我讨论一下 我不知道你 你追高了 那个我就没有办法跟你说什么了 对吧 股票涨三倍了你去追 这种人当然很多嘛 那我们看阳明这个最标准 来我们看一下 当时的日出 对不对 这个注意会有一个回撤 会有一个回撤 再讲一次会有一个回撤 回撤多久 你看回撤到上个礼拜四 周五日出 就是符合我说的 第一个买在底部 第二个利多剑报早卖点 第三等长黑吉沙买回来 对不对 买在底部嘛 见报日落出 就算它不急杀 无所谓啊 你出在这个位置 哪怕你出在44或45 你可以在43块半买回来 你说老师我那么无聊干嘛 你没有无聊啊 你省了宝贵的八天 来打赌要不要 你那八天一定拿去做什么 其他的股票啦 传产股是 很多在底部一直一直转强 所以我们每天都有新机会展开 这里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 农林操作的链金术 那我们先进一种广告稍后一下再回来 尾盘为什麽会有这种单子啊 每次都会有这种单嘛 对不对 像这种情况很简单 这里有没有一个想要去点叠掌停板的味道 当初大概尾盘在这个地方想要去点掌停板 点不到掌停板 尾盘就全部都杀出来了 那有一些获利咬鞋卖也很合理 那因为早上做多等比较多 这个情形其实是这样子 行情现在的逻辑是这样 这种股票都一样 我们来看阳明好了 看阳明 实际上你看你去抓 它的日出点大概在这边 如果你用30分钟去看的话 半小时一次 早上一定会先有一个 因为你开高 但是这里有一个日落不跌 正常来讲日落不跌 差不多从10点以后开始要接了 所以其实哪怕你今天是当充的买单 你大概成本都会落在这边 当然这个地方你看阳明去点到掌停板的时候 有的人就会去点长榮 有的人他看那一座B 然后失败了尾盘就把它灌出来 其实就这样子而已 每天都这样子 每天热门股的当充量 大概到差不多60到70左右 很正常 整体市场的当充量大概在差不多30%左右 如果你扣掉法人这一端 你会发现到决定方向跟力道 决定K棒颜色的 大概当充已经占掉 百分之 我觉得一半以上 力道已经比法人还大了 所以你不了解他们的心态 其实你没有办法做价差 并不是说你要去冲 而是你必须知道 当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的对手盘是当冲客 所以你要了解他的想什么 翻着来 你才能够赚到钱 所以为什么我刚刚讲说那些黑棒 它是好买点 原因在哪里 因为他们杀在低点 这时候隔天才会容易开高 反过来讲一档股票 你如果开得太高 除非你是第一根 你盘中一定会遇到 非常非常多当充的空单 那种股票不是不能够买 它要能够撑到什么时候 1.10分钟 撑到1.10分钟 你就准备说掌停 为什么 因为你盘中集结着所有的空单 它会在最后一盘怎样 认赔回补 每个买盘的力道会让它锁上去 这种股票隔天才会开高 为什么我们能够做成功 因为你必须知道说 每个时期当中的主要的力量不一样 那你看钢铁 这个就最明显了 灌下去不成功锁回去 中宏是今天激战 海光的话 灌下去不成就锁回去 空单锁回去 那我们来看一下很大 当然这个有配合新闻 现在我们看到中国也慢慢出现很多疾病 所以生气股今天有一个反攻的味道 反攻的味道 那雍智科上礼拜讲过了 我就不讲了 你今天看到它事实上是创新高的 我说的没有错 所以黑棒就是你最好的朋友 那这个黑棒不是日落吗 是啊 日落不跌 对不对 变成日出嘛 中美金我们看到今天在创新高 它每天都收一个小红 其实锡金元的股性就是这样子 没有什么好讲的 你就只能够买黑棒 你买突破都没有肉了 康权 这个上礼拜五的这张股票 今天有一点震荡了 但是尾盘又拉上来了 看到没有 最强的就是它 叛全又拉上来了 好那我继续讲 这个普瑞 它是过高之后的拉回 金豪科这几支是 今天成交让有放出来 随时去准备做挑战的 新闻已经出来了 当然就探权 过了它的探权交易的那一天 当然你就会出现一个短线的高点 不过贝利今天当成指标了 我们接下来要迎接2024 其实每个交易都有新的机会 今天很明显的就是 底部有传三股在做接棒 但是注意一下 上个礼拜的电子股 已经整理到尾端了 其实今天尾盘在转强 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这个礼拜我们就开始 布局必买股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回复档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先审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许多